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莲野生动物重要气息环境 位于花莲林区管理处 林田山事业区第140班 从海拔高度531公尺的水莲尾山 往东延伸到延辽与水莲之间的花东海岸 总面积约340公顷 在这个属于海岸山脉大港口丽岩屯的地质结构里 我们可以看到叶岩和丽岩 好像泉崖一样彼此交叉 景观相当特殊 这里的年均温大约是23度 年雨量大约有2200公里 如果依照地形的差异来区分 可以划分为内陆区和面海区 面海区因为有海风持续的吹袭 以及夏季的台风和暴雨 再加上地形不断产生崩塌 而造成了独特的生育环境 所以大多数的台湾海藻都生长在这里 内陆区则因为河川的切割 形成了峡谷地形 在这两区之间 有台11线海岸公路穿越 由北而南 经过12号到15号桥 由西向东 则有好几条野溪横贯其中 我们只要沿着溪谷 速溪而上 便踏上了目前 纵植物调查的主要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宜兰地术学院森林系的陈子英副教授 曾经在水莲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 做过植物资源调查 所记录到的维管树植物 共有102棵 251树 370种之多 另外 在台大森林系 袁孝维副教授所做的 动物资源调查资料里 发现区内有两栖类11种 爬行类4种 鸟类35种 哺乳类8种 总共是27棵 其中 灰猴山椒和乌头翁 是属于野生动物保育坊中的 保育类野生动物 而被名列为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 则有台湾猕猴 末世树蛙 虎皮蛙 鱼仔结 大罐旧 台湾蓝雀 黄嘴角销 以及台湾化媒等8种 台湾化媒的名声叶耳嘹亮 变化丰富 只要遇到了繁殖季 就可以看到熊鸟 站在枝头上隐行高歌 希望能够吸引雌鸟的注意 选定了伴侣之后 它们喜欢把巢 竹在芒草丛里 等待母鸟产下第一颗蛋 当然也等待隔天隔铲下的第二颗蛋 经过了15天辛苦的孵化 小宝宝终于破壳而出 进入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接下来的御厨工作 就得由两只青鸟共同护担了 因为成长中的雏鸟食量相当大 所以它们必须合力找寻食物 才能喂饱嗷嗷待哺的孩子们 在青鸟细心的呵护下 六鸟一天天的长大 六鸟一天天的长大 到了第三个礼拜 羽毛已经逐渐丰满 但这也表示 它们离朝的日子不远了 这时七鸟会利用食物 鼓励孩子们正式飞向未来的世界 中央研究院刘洪昌博士 在十二号桥从事甲壳类生态行为研究时 发现了硬横仿向首蟹 飞甲蛇蟹 爪虾 以及拉式清西蟹等四种甲壳类动物 拉式清西蟹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的螃蟹 每年的九到十二月是它们的交配季节 交配后的母蟹会把精子 儲存在除精囊里面 等到隔年的六月排卵时 再供卵子受精 拉式清西蟹的受精卵是直接发育的 母蟹每次所产的卵 数量都很少 但每一颗都很大 而且卵内本身就还有充足的养分 被攻击黑胎发育 然后便直接孵化出一只只的小螃蟹了 西谷里除了螃蟹之外 我们还意外发现潜到水中缠卵的短腹幽葱 短腹幽葱是清静西流中最常见的豆娘之一 在四五月的时候 常常可以见到它们在西流间求偶交配 最有趣的是 受精以后的短腹幽葱准妈妈 会潜到水里 将卵缠在水中的固执落叶上 你可知道耐力缠卵的它 在水中可是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此外 花莲林区管理处的工作同仁也告诉我们 在水莲野生动物重要气息环境里 常常会发现石蛇龟的踪影 多样化的地理环境 让水林地区在植物的组成上 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掩替 掩替早期的植物社会 多半是一些河本科植物和阳性树种 它们大都生长在面海区 至于掩替后期的植物社会 则是一些阴性树种 而且都分布在内陆区 因此我们可以从内陆区到面海区的植物像 清楚看到演化后期 中期和早期的植物社会 在内陆山区棱县或内陆的西谷 中坡以及枝棱 还有近海坡度比较平衡的地区 是属于掩替后期的植物社会 这里的树种以荣树、斜冬、青钢栗、五万子 和山宗等桥木或灌丛为主 由于林间的树上到处都爬满了 像黄藤这一类的藤本植物 才使得这里充满了原始的气息 在中文字幕下方 在下注视频 在这一一步的座位 最后的课程中 在这个课程中 最后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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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的上坡以及内陆棱线和溪谷属于掩替中级的植物社会 主要的代表树种有九穹、血桶、棱果蓉、树起、李白葱木等等 掩替早期的植物社会主要分布在海边的峭壁、岛中坡以及山脉的枝棱上 罗氏岩芙木、木芙蓉、杜红花、芒草和台湾芦竹是这个地方的代表性植物 属于新有植物的台湾海藻常见于芒草、台湾芦竹的植群形中 是掩替早期的阳性树种 在1420般有很多像这种实立地很陡峭的地形 那这个台湾海藻长在这种比较陡峭的地形 因为台湾海藻本身是一个掩替早期的一个植物 那台湾海藻假如说它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 崩塌的时间比它的生活史的年限还要长的话 那台湾海藻它天然下种就没有问题 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它的生活世代 那台湾海藻本身在这个靠近水帘 因为它这个地方很陡峭 那台湾海藻会形成一颗一颗像一根笔插在那个峭壁上 所以这个也形成这个当地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观 在水帘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里 台湾海藻可以称得上是最耀眼的明星 因为花莲领馆处在两年的调查统计之后发现 这里拥有全岛最大的台湾海藻野外族群 台湾海藻是棕榈科多年生的桥木 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东南的海南岛 香港以及台湾本地 在台湾本岛就要沿着东西海岸就有它的封印 单位从北部的基隆河平岛 一直延伸到最南端的墾丁俄伦比 海岸边的沙岸、沿岸、珊瑚礁 到内陆的泥火山地形 以及东部的阔叶林 都是适合它的生长环境 而它的海拔分布则是由海边 到内陆地区的500公尺左右 大约从民国87年开始初步调查 从1420班的周浩桥到水连地区南北西的出海口 一共分为五个知情 共调查了6200支 根据陈子英副教授所做的观察发现 水连面海的陡峭崖崖壁 在台风和豪雨档自然力的干扰下 常常有崩塌发生 而台湾海藻之所以能在这里占有优势的地位 是因为它的根系可以深入崩塌陡崖的缝隙中 再加上本身具有良好的抗炎性 因此比其他植物更适合这种面海且土壤平均的环境 每到7月中旬 台湾海藻的花会逐渐形成一粒粒的小果实 果实成熟后会慢慢由绿色转变为深紫色 然后掉落长出幼苗 台湾海藻一年大约抽两次芽 如果就时间来看 几乎全年都有抽芽长叶的情形 不过6月初和9月初可以算是两个抽芽的高峰期 虽然一般认为轻微的帮它对于台湾海藻的更新和掩替有着正面的帮助 但水帘1420班附近的145和1460班相继解编 民众陆续进入山林啃植 改种农作物 使得台湾海藻和野生动物们的生存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 因此花林远处工作同仁不但彻底执行定期巡护 并且加强取缔违法的狩猎和采集行为 另外工作人员还利用相片基本图来定位 划设精确的样区 调查枝群形成时间跟枝群面积的变化 以便比对地面永久样区的台湾海藻更新情形 希望如此严密的监测 能够作为日后台湾海藻广域的参考依据 像海藻这一类的植物 它们的种子都非常的厚 必须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才有办法文化 根据它们生物生态学者的研究 大概是均有海漂来传播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海藻 是非常拥有这样的优势的 因为它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了 它的均匀浮流是非常的旺盛 所以每一个族群跟族群之间 都彼此可以交流 保育反正的对象不一定要它的奇异度很低 最好的一个阶段 应该是在它很健康的阶段 就应该保育下来 所以我们所注重的是自然资源的保育 而不是稀有植物的保育 根据蒋正宇博士所做的研究发现 水连地区的台湾海藻 拥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基因型 像这种独特的基因型 是台湾海藻长期演化的结果 它必须经过千百万年才会累积出来 所以水连地区的台湾海藻获得保存 也就等于保存了赶导台湾海藻的物种多样性 可见水连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为了介绍大家认识台湾海藻这种珍贵的植物资源 花连领馆处计划将15号桥到水连之间的道路两旁 规划为生态解说步道 并且在可以清楚看见大片台湾海藻生长的15号旧桥上 设立解说牌 说明它的掩屁与地质之间的动态关系 让民众了解保育台湾海藻在生态上的重要意义 人类曾经在自然的照顾下成长 现在该是轮到我们保护自然的时候了 希望大家能将关爱土地的心化为保护水连的力量 让台湾海藻及区内的动植物 都能永远生长在阳光温暖 海水蔚蓝以及山林苍碎的眼化天堂 海水蔚蓝 海水蔚蓝